在星期三 首先关注中国方面最新的数据 中国4月份的CPI同比增长1.2% 高于前值和预计 另外 中国4月份的PPI同比的涨幅进一步放缓至6.4% 环比进一步下跌 在欧洲方面 法国公布了3月份的工业产值增长超过预计 另外 法国3月份的贸易逆差出现了收窄 美国方面今早公布的最新上周NBA房贷的申请上升了2.4% 另外 价格方面 进出口价格都有提高 进口价格环比上升了0.5% 而出口价格环比增长了0.2% 现在 美元走势呈现走软 欧元对美元的比价下跌到1.0866 英镑对美元的比价上升到1.2938 美元对日元的比价则下跌到113.92 今天会关注的焦点是英镑对日元的比价现在下跌到147.3654 整个走势呈现了进一步上升的态势 受到一个50小时均线的支撑 相对强弱指标RSI缺乏向下的动力 未来 如果比价能稳固在147.15之上 以往再次反弹 首先达到148.20之后上升到148.65 如果比价逐渐下滑并跌破147.15 就有可能会首先滑落到146.80之后 纵软到146.35 再来关注下贵中金属的交易状况 在星期三是呈现牛市攀升的态势 金价上升到了美奥斯1223.60美元 金价的走势依然是牛市上涨的 并且打破之前一个向下的轨道线 相对强弱指标RSI混合向上的 未来如果金价稳固在美奥斯1218.50美元之上 有望能达到美奥斯1228.50美元之后 上升到美奥斯1234.50美元 如果金价出现下滑并且跌破 美奥斯1218.50美元的话 就可能会首先滑落到美奥斯1214美元之后 纵软到美奥斯1210美元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白银的交易价格 现在上升到了美奥斯16.25美元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一家 欢迎继续锁定 制定三筹 财经电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